您瞧了吗 他们也前后矛盾 且不是扮起尸头 扎自个儿大脚兜吗 看古迹听故事 您好 我是昆仑刘石 要是讲雍正皇帝这段书啊 其实不好讲 为什么这么说呢 因为咱们讲十三爷的时候啊 大伙都知道 雍正皇帝为了保护自己的十三弟 就把十三爷很多的资料啊 都洗了底 所以呢 连想查也查不到 那他既然都能把自个儿 弟弟的资料改了 不利于自己的史料啊 我想他也不会让他存在的 所以啊 我们读起雍正的评生资料啊 就总觉得很碎片 连贯不上 前后矛盾 这也就导致了后代的很多史学家 对雍正皇帝的性情 秉性 以及与兄弟父母之间的关系啊 发生了很多分歧 说到雍正这部分呢 我其实开始的压力是挺大的 因为这个古今专家都解释不清的事 您指我一说书的 那更是没戏子 后来我一想啊 其实也没什么 因为我的观众啊 主要还是爱听故事 都是比较宽容的 所以呢 能履到哪儿啊 咱们就到哪儿 尽我能力吧 尽量的咱们把这条线 给它抖了清楚了 得嘞 闲言少叙 咱们书归正传 雍正皇帝 出生在康熙十七年的十月三十日 他出生在哪儿啊 就出生在紫禁城的永和宫 就是那个宁光故宫 东六宫 前院啊 有一个报煞系楼 后院呢 有一个德国亚水机的那个院子 康熙十七年的那会儿啊 这是住了康熙皇帝的一位庶妃 这位庶妃是谁啊 是乌雅氏 他是这个内务府 整皇旗 包衣左领 下人出身 阿玛 是护军里边的一个小武将 是个参领 叫魏武 这乌雅氏的爷爷啊 在宫里当官 这官职啊挺有意思 是御膳房的总管 叫俄森 对了 这位乌雅氏啊 就是雍正皇帝的亲娘 后来的孝公 仁皇后 雍正皇帝啊 是康熙皇帝的第四子 康熙皇帝 给他取名 印针 这印针又是什么意思啊 康熙皇帝啊 给自个儿子起名啊 其实挺随意的 第一个字呢 是印 这印呢 就是子嗣的意思 这真呢 是吉祥如意 有老天保佑的意思 清朝内宫啊 有个奇怪的现象 这儿子呢 通常都不是由亲妈带大的 有很多人啊 就分析说呀 这样做呀 是为了怕外戚做大 如果这儿子和亲妈在一起啊 感情很好 一旦这位皇子登基做了皇帝以后 就会导致呢 这个后宫干政 也就是母后干政啊 还有一点呢 就是外戚专权 就是这姥姥家的权势过大 我看在很多专家的嘴里啊 这种看法还挺普遍 他们说书的时候啊 哎不对 人家那个叫讲座啊 上半截啊 言之凿凿的 还给您灌输这种论调呢 下半截啊 讲到老十四的时候就会说 你看这老十四啊 跟老四印针不一样 这老四印针的字小 不是亲妈带大的 是由这个孝姨 任皇后 童家式抚养的 可是老十四不一样啊 老十四可是德飞娘娘 亲自带大的 所以啊 视为掌上明珠 就非常的疼爱 您看啊 到了这个老十四的脑袋上啊 他们就不怕这个外戚专权 和太后势大了 您瞧了吗 他们也前后矛盾 这也不是扮起尸子 扎自个儿搭脚兜吗 那有人问了 你笑话人家 你怎么看这件事啊 哎呀 我的看法 惹定是跟他们不一样啊 清代后宫 有能力教养皇子的女性啊 通常必须具备两种条件 其一呢 就是品行端庄 其次呢 就得达到一定的位分 当然了 我们完全可以理解成为 达到一定的位分以后啊 那就都品行端庄了 也就是说呀 不是你能不能抚养孩子的问题 是你有没有资格 抚养孩子的问题 这老百姓家都有一句话 说这孩子嘛 守着谁呀 他学谁 所以说呀 这老皇上啊 就会给这帮皇子 找那个品行好 德行高的后妃 让他们来抚养这些个皇子 就比如说吧 康熙 这帮大一点的孩子 都是由这个 孝依仁皇后 同家室来抚养的 那可想而知 康熙的这位代表姐皇后啊 在康熙皇家的眼里 就是一位德行很高的人 至于后期 老十四出生 是由自己的亲娘乌雅氏 带大的 这个原因也很简单 也就是说呀 那会儿康熙皇帝认为 这个乌雅氏的德行和位分 也够资格来抚养皇子了 其实这皇子呢 即便是自己的亲恶娘带大的 也不能整天跟妈妈 腻鼓到一块 每个皇子啊 都有自个儿的一套班底 什么看妈儿 哄妈儿 奶妈儿 以及伺候皇子 生活起居的太监老妈儿 一个堆人呢 皇子们平时的生活起居啊 都是由这群默默照顾的 那为什么这样呢 这就和清代后宫的一项重要制度有关 这项制度啊 叫做必斗制度 必斗是清代皇宫当中防治天花的一种方式 这天花病毒啊 传染性极强 在清朝那会儿啊 虽然算不上绝症 但也是十中七亡 是死亡率非常高的一种传染病 既然在治疗上没有什么好办法 那就只有采取隔离防疫这种手段了 哎 这句话 您听着耳熟吧 只要宫里边一有风吹草动 说谁得了天花了 那这皇子们就集体出动 被这帮仆人呢 带出宫去抚养 这就叫做必斗 等着疫情过去 测测体温 发你个健康码 你再回紫禁城 哎 怎么说着说着 和咱们现在进紫禁城的规矩一样了 交代几句画个小圈 咱们还得绕回来 继续聊这四阿个印针 康熙十七年 十一月底 腊月初 刚刚满月的四阿个印针 就被从亲妈乌亚式的永和宫抱走 送到了承前宫 孝仪人皇后童家室处抚养 当然了 那会儿的承前宫之主 童家室娘娘啊 她还不是皇后 也不是皇贵妃 那晚啊 她还是贵妃 这童家室封皇贵妃啊 是康熙二十年的事 在这承前宫里啊 这老四可就一直住下去了 一直到康熙二十八年 这童家室娘娘崩世 老四啊 在之后的日子里 还一直住在这承前宫的一个偏殿当中 在那会儿啊 跟老四住队门屋的 还有一位皇子 这就是后来老四的那位政敌 廉亲王八个印四 这一干皇子啊 白天都在上书房读书 到了晚上的各回各的宫中 您想这老四跟老八 同是一个嫡母扶养 又都在承前宫住着 少年时啊 这二人的关系 肯定是很要好的 有人说在少年时期 四啊个的脾气秉性不好 所以这老皇上康熙啊 就非常讨厌他 他们说呀 这老皇上康熙批评自己这四儿子呀 喜怒无常 可是据我翻看资料啊 我可没发现这句话 唯一和喜怒无常 这句考语沾边的一句话啊 就是康熙四十七年的时候 老皇上啊 曾经批评过印真四啊个 幼年时 微觉喜怒不定 喜怒无常和喜怒不定 这两句话呀 听起来区别不大 可是用在一个孩子身上解释起来呀 那区别大了去了 这喜怒无常啊 让人听起来呀 多少沾点神经病 心理上啊 有点问题 那又说起这喜怒不定呢 孩子嘛 那他就是这样 上一秒钟啊 这擦天抹眼泪呢 下一秒钟 您给一块糖啊 没准就一边咧着 乖乖乐去了 所以说老皇上这句 微觉喜怒不定 这句考语啊 不得要紧的 不能说明这父子的关系不好 雍正皇帝自幼啊 就应该是个有心路的孩子 您看老四接触的这些人 到后来 对他或多或少都有帮助 康熙皇帝就在 孝仪皇后的记文当中 曾经提到过 抚育众子 均备恩秦 可是呢 在众多皇子当中 真正落到实惠的 也就老四一个人 咱们说这句话呀 那可不是孝仪皇后 活着的时候 有多偏疼老四 孝仪皇后的亲弟弟 龙科多 那可是辅佐雍正皇帝 登基的第一功臣 在尚书房读书 满师父徐约梦 教习满文 汉师父张英 教习四书五经 诗词格律 作为清代的皇帝 学习满文呢 是必然的 因为这清朝皇帝 也视满文为国语 这雍正皇帝的满文水平啊 那肯定是很高 不但如此啊 这雍正啊 在诗词格律方面啊 也还过得去 少年时的印针呢 在公马骑射上啊 一般那人说你怎么知道的 嗨 您分析雍正皇帝这性格呀 但分这些东西 他要是在行的话 在后来的大义绝密路 乃至世宗实路里 他能不提提吗 既然没提 那惹定就是不行 那么自然了 他东方不亮啊 西方亮 这样不行啊 咱们就来那样 这个军事上我不行啊 那咱们的文才上见 这乍一听啊 您就得以为啊 这是哪个大诗人呢 给这七夕情人节写的诗啊 实际啊 这是雍正皇帝写的 那您瞧 有这好手艺 他能闲着吗 必然得写诗啊 拍皇父的马屁啊 一人临塞北 万里西边峰 这一句诗歌下来啊 就把这皇上爸爸给拍糊涂了 您才印珍写出这句诗 歌颂爸爸的时候几岁啊 九岁 所以说这印珍的幼年时期 是颇夺康熙皇帝的喜爱的 康熙皇帝就曾经说过这样一句话 朕知诸子多令人仰世 为四阿哥朕亲服役 也就是说呀 这四阿哥这好啊 都是跟他小的 反映康熙年间的三大史料 起居住 石路和青石岗 在我看来啊 这起居住啊 是最为真实的 因为这石路和青石岗啊 都不是康熙年编写的 这后人写的史书呢 那就有易造的成分 这起居住呢 我认为是相当准确的 刚才康熙皇帝这句话 就记载于起居住当中 除此之外啊 还有一位老师 对雍正皇帝的影响极大 四阿哥印珍 在他的葬礼上啊 曾经伏地痛哭 如丧考彼 这是谁啊 能让四爷哭成这样啊 这位啊 就是汉林院士讲学士 上书房的老师 顾八代 作为上书房的师傅 那顾八代的学问 自然是好的 不但如此啊 这顾八代 还能文能武 青石岗当中啊 是这样介绍 是这样介绍顾八代的 任侠众议 好读书 善舍 以萌生冲户军 顺治十六年 从征云南有功 受户部笔贴士 悬以顾苏 即子佛月 相继族 吴四 顾八代 习士职 千 立不郎中 康熙十四年 圣祖式 齐元第一 卓 汉林院士读学士 您看这顾八代老师啊 不但是能文能武 而且气节好 不攀附权贵 既不是这康熙初年的锁党 也不是明珠一党 所以呢 备受打压 晚年生活呀 很凄凉 恰恰如此啊 这少年时期的印针呢 是非常佩服顾八代师傅的人品和学识的 处处啊 以老师为榜样 后来康熙皇帝不是也这么评价雍正吗 是一个尖刚不可夺其至的人 今天咱们聊着雍正皇帝的少年时期呀 只是一个开篇 明天呀 咱们要讲一位 给印针出谋划策的大谋士 下一集精彩回目 咱们要讲一讲这妖人 代毒 我是给您讲故事的昆仑流石 喜欢我的频道 您就关注点赞并转发 能和我留言互动啊 那将是对我最大的帮助 得嘞 天不早了 今就到这 咱们呀 拜拜 我是给你 我进点赞并转发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